财经周日趴 揪你来开趴 大家好 我是秦宜 我们今天要开的是全雷打趴 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开打 最近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忙呢 这个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看球 实在有点筋疲力竭的 那我们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 有些强势股也可以打出这个全雷打呢 这波看到很多的股票实在是飙得很凶 接下来后市行情要怎么看 那么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呢 这个在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关键产业上出现关键的产业链 咱们台湾不只是零件上 还可以接到整组大单 接到国外去 有这么好吗 那另一方面来看 我们这个量价关系 如何掌握到这个切入点 还有现在高点的时候 如何可以漂亮的获利了结呢 另一方面来看 包吼这时候有点讨厌 又开始释放音浪了 音浪响起的时候 对美股乃至于台股 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一个负面效应吗 马上来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仔细收看 好 马上介绍我们这边现场来宾 是全雷打趋 万宝就看总编辑 中央总编欢迎 秦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应料欢迎 秦宜好 大家好 冠军操盘手云翔欢迎 秦宜好 大家好 投手区台经院严六所所长 吴所长欢迎 秦宜好 大家好 我们财经资深媒体人惠珠欢迎 秦宜好 各官同志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 这礼拜投资市场 大家当然还是非常关心 联准会的态度 联准会的态度先看过来 说通膨下降速度 没有来到联准会的预期 那么因为没有来到预期 所以如果有必要会 加速升息的步调升息要继续 而且会来得更猛一些 那么三月利率是什么 现在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 大家现在猜可能会凉 那么终点利率 可能比你原来预期 还要来得更高 总之就是音浪响起 那么说完之后 包括美元指数 美债值利率一度是创高 那么当然新市场货币 就跟着急扁 好 我想先问一下 现场的来宾 看到联准会这个最新态度 但是我们台股还是蛮厉害 枪枪棍 这个时间点 联准会表态了 继续追逐强势谷吗 报局yes 你说没有啦 有点危险 收手关华报局no 好 请举牌 壁垒分明 这边追 这边no 所长 收手了 没有 收手基本上 我大概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看总体了 过去大概美元指数 大概比较强的时候 通常市场都不会太好 你想要最近美元指 就回到105以上 而且看起来那个趋势 还没有指 如果假设包尔又维持两码 这样的升息力道 所以我觉得对市场的冲击 现在可能还没有看到 但是可能要稍微保守一点 因为它可能之后就会显现 好 美元指数走强 保守一点 我觉得如果是一般 像如果有一些股票已经赚钱了 我是觉得可以开始 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最近有一些公司的老板 有跟我说 其实他们的那个 就是订单有一些下修 就是说其实第二季就是看不到 然后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已经开始要进入 这种丑席附近公婆的一个阶段 加上之前已经涨蛮多了 所以我觉得说 可能特定的股票 它还是会很强 像刚刚正想要说什么车店 我今天刚刚开车来的时候 我在车上请教 就是打电话给我一个同学 也是我们的同学 他是我请教他 好米波雷达 我们就开玩笑说 我说你们公司也是车店 可是你们公司都不涨 所以涨的就是那几个 特定的股票 所以就表示 显然是有特定的资因 在里面操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开始 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当然如果非常勇敢的人 可以再去追强事故 强那个11点到12点的那个部分 现在午夜11点终身想起 是高手盘 所以这个可以想想 你是属于哪一区 要不要自己先提前退场的意思 好 我马上就先来看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看 因为现在大家非常关心说 这个鲍尔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有人说好像在演一出 戏叠对叠 这是哪一门子的戏 是 我想大概其实很多人 说是在演戏 但是我老实说真的 我觉得鲍尔基本上是想要 教训市场 教训市场 为什么要教训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鲍尔 讲的哪一些重点 当然刚刚庆琳前面 可能有稍微怠惰 他这次特别讲的是什么 联准会准备加快 对 加快 升息步法 这是其中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他告诉你什么 终点利率 可能会高于之前的预期 那也确实 你很有趣 你去看当天的Faywatch 他直接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两码本来几率 现在当天一公布之后 变成73.5% 但是本来的数据是什么 那个升两码几率 是只有三成左右而已 刚好颠倒过来 那如果刚才还仔细去看了一下 现在几率已经什么 两码几率已经将近八成 那过去Faywatch 其实在预测Fay的升息步道 其实是非常非常准 几乎很少出错 所以我说在这种状况下 Faywatch为什么要特别 应该说包尔为什么要特别 释出这样的讯号 是因为过去他在讲这些 升息的所谓 我要开始加强 市场不理他 市场认为你过去好像 奎底不太好 那现在他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一直强调他希望用这种所谓 他的通语化 他叫什么 前瞻指引 对 他希望什么 因为我前瞻指引要有效 要把通膨预级给打下来 一定要民众要跟着他嘛 结果你发现到现在还马在跑 舞在跳 市场还是这么热啊 所以消费力道抢的时候 这个物价基本上还是在高点的部分 下不来 所以下不来 他就希望透过这样的前瞻指引去什么 去引导市场 他把它什么 过去的一些我们常讲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他把它拿出来 因为过去他发现 他其实生的是巴马 他发现对物价其实好像 冲击的力道还没有真正的显现 我觉得这是鲍尔自己本身 最在意的一点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细项来看 其实美国强烈升息一年了 调升已经快是巴马了 那为什么大家最关心 我们讨论很多次 核心的这个部分 包括租金服务业 这一直都下不来 是 我想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鲍尔确实看到了 我们之前大概我在节目有讲过 商品通膨 你很明显看到什么 确实都下来了 很明显 包括商品通膨 包括这些所谓新车二手车 全部跌幅 甚至有些都是负的 整个集聚的下跌 那问题就是在什么 我们说通膨这一块 巴马每次在这种所谓的听众 或是他在公开演说 他讲你要分两块 叫商品通膨 叫服务通膨 商品通膨真的下来了 问题是什么 服务通膨还撑在高点 还在创新高 你可以看这一边的 那个相关的指标 不管是什么 核心的服务 或是这种我们讲的 里面房租涨了大概三成的 基本上还在创新高的部分 所以我说目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是因为市场 我就告诉你 劳动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紧俏 工资还是再往上调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因为什么 我们都讲 劳疮率现在大概是62.4% 疫情前大概是63.4% 大概少掉1% 这什么概念 大家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想法 我跟你讲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就业人数 费用就业人数大概1.5亿的 对 基本上少掉1% 大概少掉1500万人 我意思说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少掉了1500万人 那这时候什么样 你整个市场缺乏工人的时候 他要找到足够的工人 他就必须要加码 把工资再往上拉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到 工资一直下不来 薪资还是持续相伤 那我们刚刚讲的很有趣的一点 他生的是8码 房价有没有打下来 有 确实有把房价打下来 问题你发现到什么 很多房价被打下来 很多人就想 现在我刚才是怎么样 我买房不如租 我反而我宁愿去 我现在不愿意买房 因为我发现 整个房价下来的时候 对我来讲不保值 我就发现 我现在宁愿去租房子 所以租房的时候 这时候什么 租金就被他的这些 相关需求给拉上来 所以在这种租金 还有这些薪资 持续往上的过程中 我们常讲这叫价格的 僵固性 好像很难解 很难解 景气没有那么好 当然这个劳动市场 也没那么热络 但租金薪资就下不来 对就是下不来 所以鲍尔每次都用一个字眼 叫顽固 就是很顽固 一直僵在那边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过去我们经济学很常讲 一个刚才叫薪资物价的螺旋 薪资上来物价上来 它会让怎么样 让整个物价一直卡在这边 卡在这边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什么 我的这些货币 如果我不把这个前瞻指引 再效果拉得更强一点 我要把它打下来 其实说真的很难 另外但我们也发现 BDI指数最近大涨 那么原物料也大涨 那另一方面想说 其实通膨不仅还没有被打消 死灰复燃了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担心 我们刚刚讲的 服务通膨已经目前看起来 新资物叫螺旋 还卡在这边 大宗物资又在动 还在这边 服务通膨在上面 但是之前是商品通膨下来 但是现在我们要留意一个 很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商品通膨会不会死灰复燃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留意 是为什么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讲 尤其中国的两会正在开 他们两会在开里面 一直在强调 让他经济可能会重新加温 那我们知道中国经济 重新加温的时候 最容易带动是什么 这些大宗原物料 物资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价格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的对 不管是原油的进口 不管这些原物料进口 或是这些相关的粮食进口 他基本上都很明确的 我要讲 对他的这些推胜 他的一些基建 还有一些投资很有帮助 这对他经济拉抬 确实你可以看得到 从PMI来看 这我们常常讲 中国已经跳上来 欧美还在底部 OK 所以中国的这些 PMI的复苏的力道 基本上确实现在已经看到了 你看了几个 主要的这些指标 你看汽油涨幅 高达12.6 这是近一个月的 这一个月的一个涨幅 还有一些像什么 比如说像天然气也在涨 欧洲还在跌 这边还在涨 咖啡 还有一些铁矿沙 这些都是基建需求 我都在涨 所以我说 这一些涨的过程中 会不会去拉动 这些商品的通膨 我觉得这是值得留意的 OK 所以我们继续来观察下去 你觉得会拉上来吗 我觉得拉上来可能性很高 国际能源中枢 他们自己在预估的 为什么他跟你讲 我们就讲 原油这个例子来讲 讲石油这个例子来讲 他跟你讲 就是他预测的 预测什么 2023年 全球的石油需求 会比2022年怎么样 增加每天 增加200万桶 OK 基本上一天就有怎么样 1.02一桶 这是历史的最高 油价是明年 今年最可怕的议题 我觉得下半年 可能就会是一个 重新又回到 影响这些金融市场 很重要的一个变数 又开始关心油价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是因为 应该说国际能源中 在预测这个的时候 他跟你讲一件事情 当你今天需求 一直在高的时候 最近又传出什么 包括俄罗斯 OK 可能要减产 所以这种 供不应求的情况 可能又会跑出来 所以他跟你讲 他预测什么 今年下半年开始 油价可能就会什么 有机会回到100 回到100 目前才多少而已 才80上下而已 可能还第80 这个基本上就有 涨幅就很大了 那你如果今天油价 又上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会造成 整体的金融市场 又会产生 比较负面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就需要 所以这样听起来 通膨下不来 对 所以我说 基本上 我说 整体来看 到底升息循环 终结要怎么看 对 就是因为通膨下不来 所以我说 这一轮的升息循环 我觉得会比它 预期想得久 更不要讲 最近大概有几个联准会比 就今年有投票权的 这一些委员 他们其实都在讲一句话 他们现在看的不是什么 不是 之前大家讲2023 可能维持 这一整年都不会降息 他已经跟你讲 可能2024搞不好 都不会降息 维持的时间量 不过这个是他们委员的看法 市场当然可能 不见得这样看 你再看 我说FED在意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的 一个是物价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冷却 这两块 所以这两块基本上 他都希望看得到 有明显的下来 所以你看看 以物价来讲 现在还怎么样 以他现在利率的状况 目前才4.5到4.75 老实讲 就算升了两码到 5.25的时候 跟他的PCE比起来 PCE基本上 他的 整个个人消费支出 这一个物价指数 他还在5.4的部分 对 还是很高 他还是看不到什么 就是讲的 我们常讲就是要什么 要观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什么时候恢复实质利率 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利率扣掉 他的这些消费 就是所谓的CPI 或者是PCE 他的这个增幅 他必须要去证的 目前看起来都还是负的 所以为什么 市场现在看 现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如果今天假设 利率没有拉高到 5.5以上的时候 他可能很难去见到 实质利率为证 那我说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观察指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业市场目前看起来很强 就我们之前节目有讲到很多次 他整体的这些什么 失业率还在历史的低点 50年低点 所以你翻到每一次 基本上如果假设他要 很明显看到他的货币政策转向 他一定什么 一定这个劳动市场 这种就业会出现 大幅的失业的情况 一定会发生 如果不发生的时候 通常货币政策 不会那么轻易的转向 OK 好 所以我们要密切来观察 物价明显回落 就位市场要明显冷却 以上目前都还没看到 所以继续等下去 好 谢谢所长 不另一方面来看 我们现在讲到资产配置的部分 现在大家当然非常关心的是 整个美国各个公債的 殖利率的表现 现在继续往上走 因为目前升协力道 也是继续往上走 现在其实很多各大行户都说了 都密切在观察 只要超过4% 就赶快见证 因为这个算是史上 也蛮难得的一个低点 那么现在原则上 差不多上半年或是第一季 大家就开始加码建制的部位 预计今年的目标 会超过投资目标的一半以上 大家说不能措施这么一个良机 好 我想问云翔 因为云翔上次在我们节目的时间 也讲到 你早就提前在布局美债 当时买了30万美金的美债 对 对不对 还有你做了70万美金的定存 大概7万美金定存 OK 最近有再加码建制吗 利率越走越高 准备要加码 最近又要加码 对 因为确实 因为很难得就是说 虽然刚刚所长讲说 2024年看不到还放到降息 不过我这次买进去 我是看3到5年 你是买到放3到5年 预计3到5年 因为我认为说3到5年 你这个人反差很大 平常做股票都一个礼拜不到的 你买这个要放3到5年 所以这个必须要去闲钱 就是刚好这些钱 比较没有用到 可是3到5年 3到5年我也很好奇 会不会太久了 不会 因为我的看法是 也有可能会有40%到50%的收益 因为我不是只看利息 还有资本利的可能性 因为万一它可能降一下 所以你根本觉得 它会很晚才降息 对 因为现在的殖率 可能都达到将近4个百分点 可是基本上你看 它折价大概是 比如说大概9折 所以以这样来讲说 原本那些100% 130买的人 未来如果真的是开始降息 要多个2 30%是可能 加上你那些利息加进来 4 50%是可能性 对 所以你是3到5年 然后50%拙的报酬率来期待 我是期待 OK 好 那你现在买什么 所以我现在来讲 就是每天在LINE里面 就要求我的音乐员 每天把每天的报酬就拉进来 所以我大概也跟他分享一下 我现在大概主要看这三次 就是说在公司再来讲 我是看苹果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说 在这种 AA A A A的这种 就算买这个 没有风险 对 可是你看 夏天它的票面率 有到4.65 它的殖率也当然到4.7左右 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用大概是 99.5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位置点 这也是很难得 因为它是AAA 另外来讲 亚马逊当然大概拉起来 也还不错 也大概4.7 可是你们看到 就是以国库券来讲 大家讲说国库券 几乎是接近于这个无风险 对 无风险 因为它一定都是全部 大概AAA 你可以看 它的一个票面率 19年这个长期的票面率 已经到3.375 然后它的折价很高 它折到大概是 你在大概90左右 你就可以大概买到 如果以这样拉进来的话 就是说 确实它的一个殖率 大概在3.93 也接近4 对 那为什么要拉19年 因为我刚讲 就是说像吴所长讲 短期内可能看不到 可是我愿意等3到5年 对 那如果说另外一个 你必须要用到 那你现在还要再加码什么 你刚说你现在准备再加码 大概这三支 这三支就继续买 好 另外来讲我认为 比较需要 可能资金会有活用的 我倒是可以切入美金的定存 因为你现在看到说 虽然拉出来说 大概现在台湾的定存来讲 一年大概在3.9 事实上这已经是有点低了 因为现在外商的银行 对 拉到加进5% 所以我觉得说 也可以把短期的资金 先投入在定存里面 可现在适合去换美金吗 这个高点 最近比较不适合 接近30后 我那时候还真的又有换了一点 OK 对 刚好也换到 如果这样也是多了 又减了2%多 对 所以是今年你建议大家 如果有好的时间点就可以 换美金再去做电车 等待 因为我觉得说还有机会 因为还在升息 所以它这个落点来讲 基本上搞不好还有低点 OK 好 所以现在债券有很多机会 谢谢云翔 另外来看 这个息 现在看起来蛮甜美 我们台股的股息也蛮甜美的 这是大力光 我们很久没有讨论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这个又是平地一升雷 让大家吓了一跳 每股配46块 全年配发85块5 史上次高 所以股价就硬生大涨 好 大力光的这个时间点 正前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高值率的股票 我们台股也很多 看起来遍地开花 跟美国供债来比的话 怎么做选择 我不断地跟大家强调 就是说除息的过程中 你是要填息才有赚 现在围在家 在跟大家说什么 投资人都在做什么 超超前部署 大力光在这个时候 是配息吗 不是 您配息 你配息 您配息 现在所有的股票都在涨 您配息 真的配息的时候 大家不但不会填息 还会贴息 我已经印证了非常多次了 第一次 真正它真的除下去的时候 它不但不填 它还要填 因为第一 比如电子业来看 今年的获利比去年低 这是大家的共识了 第二点的话 大家想 以前为什么要填息 填息就表示 我的股价下来了 我要回到一样的本益比 可是现在的大力光 我今天打算看报告 有一个外资竟然估到只要110块 普遍现在估到137吧 你今天到了到这个价位以后 你即使除完息 大力光仍然维持在20倍左右的一个本益比 所以我说 大家都在超前 大家超前的是什么 先算 那去年的EPS对上今年的股价的本益比很低了 然后等它公布除息的那一天上去 大部分是要卖的 所以我绝对不赞成大家去除这种变子业 然后去年甚至还衰退的公司的息 因为我认为你不但不会填息 更有可能贴息 那再加上习的过程度 我就跟大家讲 我在这时候一定要买债 我的某一个进度也很认同 这个云翔讲的 就是我自己都也有买债卷 但是我更证明云翔是很飘悍 什么意思 买美国公债的人 他本身只是想赚 大部分只是想赚价差而已 因为美国公债的 他保护你越多 他给你的利率就越低 那我个人跟云翔的操作 他讲的我都有做 但是我就可以看出云翔果然是飘悍的人 举例 哪里比你飘悍 你也很飘悍 我举例想买10年 10年到19年 刚刚云翔讲买亚马逊 亚马逊的这样算起来 云翔大概算4.6 4.7 我自己也买一样年限的债券 但是我是买汇丰银行 那当然你说汇丰银行 两个A跟一个A还是有差 但是我个人认为汇丰银行要导的风险 也没那么高 但是云翔是领了4.65% 那你领多少 我领了8% 我领了8% 你是来呛他的对 我的意思是 但是我要说 力气在反准的时候 云翔会长得比较快 再幸运好的 他的报价会长得比较快 但是我个人还是安部当局 我觉得在稳他 说他飘悍是在说自己更飘悍 我觉得说如果他成要三五年的话 那我这两年 云翔可能是领两次4%左右的利率 那可是我两年领下来就领了16%了 那他反转的时候 我可能也一样可以享受到价格的下来 因为如果是短线 我现在预期明天就要跌了 那你一定要去买云翔的 一定要去买公债 因为公债的在下跌的时候 他上涨速度会更快 但是既然我已经要等两三年了 那我比较淘甲薄一点 我宁愿多 大概两三年多领一点息 可能是另外一个操作的方式 那当然我知道 很多人会想说买公债 最近这个也很红 我们不是那么熟悉 或者说因为公债通常 大概十万美元是一个勘斩 那可一般投资人 不太实 像他们这几位大哥 缩手这么大方 所以就会去买 国债ETF 就买国债的ETF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操作里面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对我来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通常这些债券的ETF 它的浮动真的不是非常的大 通常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它的浮动才会大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股票丸 而且台湾 台湾的这几个美债的ETF 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台湾人的这个PN 非常了解台湾的个性 就台湾的美债ETF 很多是常常配习 甚至要有越配习ETF 因为他充分了解台湾人喜欢 看到习就开心了 看到习的特性 虎下下跌用习就可以弥补他的心灵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倒是稳定型的投资器 在这边领我觉得OK 因为他在这边也整理了一段时间 也满足了台湾人领习的一个习惯 那等到 因为即使在等 那云翔中要等了两三年 我个人不希望等那么久 那等到一年 真的开始有反转的时候 我觉得ETF就有机会往上 那原因为什么赶在这边买 还是要再去回到英文洋讲的 再生我们看到头了 我们不敢说 它一定在哪时候是个头 但你再生我们看到一个头了 我才敢在这个低档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看不到头 大家千万不要冒然进去 OK 好 所以现在这个低档 债券其实也有充满了很多投资机会 供大家做参考了 那股票最近很多次在飙翻天了 股市现在还有哪些强势股 你敢追吗 马上再回来